记者杨国文台北报道 40岁男子萧红月 常开保时捷 双逼冒充有钱人诈骗女网友 先表明愿意遭养 再骗女方替她刷卡购物 前后诈才2100多万元 连转行从事电视购物专家的女艺人也上当 高等法院经依26个诈7岁 一个诈7位岁罪判销9年徒刑定验 时入狱令判可一颗84万元的两年4月徒刑确定 监警调查 网络难重销红月面貌平平 但口才很好 在刀痒及邀约以夜情的网站上吸引女网友 被害人之夜别广泛 除了女艺人受骗 很多是有些经济基础的手女 也有护理师上班族及女大女等人 因此被骗财骗色 检方指控 2014年2月起 肖男利用预见 Scout 天心包洋网 预见情人等交友网站 化名肖红月 肖红月 肖玉琦 Stanley S H 杨称是科技界高阶主管 通讯业的大盘商 通讯行老板等有钱人 随机邀约女网友见面 肖红月诈骗手法雷同 前几次约会时会开宝时节 双逼名车赴约 随身携带数十万现金 在高档餐厅吃饭 会付钱请客 逛街购物也会主动买单 使被害人误以为他是有钱人 等到女方除掉借金 就以替公司结税为油片 对方刷卡购物卖精品